他有搶吻那位17歲的少女 然後在車上搶吻他 你道歉沒 那時候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又說叫他脫衣服 這是藝術 他說這是藝術 然後幫他拍了很多的照片裸照 對方還哭 然後哭了之後你還說 哭了拍起來很美 你當時又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你都不講 然後你現在去脫一堆人下水說 我會做一些變態的事 是這些人給我的陰影 就檢調現在已經有講 如果當時這個少女真的17歲 未滿17歲 而你卻脫她衣服 拍這些照片的話 可能要立案調查 在十幾年前 曾經有一個 就是很崇拜黃子鑣的他的粉絲 那現在是旅居法國的一個部落客 在大概台北時間 今天上午 差不多五六點的時候 因為有時差嘛 PO了一段文 說他以前曾經被黃子鑣信燒過 還拍過裸照 所以黃子鑣後來知道 有人抱他信燒 咪圖世界他自己也是主角之後 所以黃子鑣才會去錄了剛剛那些影片 好 這樣大家來龍去脈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來問一下 說黃子鑣在這個影片當中 他有一個重點 他似乎想要把一個風向帶到就是說 我今天之所以過去會犯下這些錯誤 是因為我有很多陰影啊 他說他的陰影包括說他媽媽 在他面前搞外遇給他帶來的陰影 他也提到說他後來有受到什麼 日本的這個情色片的影響 他甚至也講說他在演藝圈裡面看到好多演藝圈 這些大哥或者前輩都做了一些 人設崩壞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那既然你們都不管我去死 那我也不要管你們去死 我就統統都講出來好了 我在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媽媽就出軌 因為那時候我很黏他 所以基本上他都是帶著我 我有點忘記是姓業的還是姓高的一個男人 開計程車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上場是 他們可能帶我出去 然後出去玩之類的 在飯店裡面 他們就在旁邊上床 可想而知 那個對我來講有多麼的震驚 那當然後來跟我爸爸一定離婚啊 我也曾經在我爸爸的房間 搜到A片很早 國中的時候 心裡也有點 唉所謂的變態吧 我跟很多班上的男同學 有一些比較親密的互動 大家都在探索性 我也一度懷疑說 我是不是喜歡男生 然後他還講 他說這些陰影 甚至我們都知道 黃子佳看起來頭髮是不是很多 他說這些陰影 讓他還圓形圖頭 很好看 我要戴法片假髮 我也沒有在避諱啦 只是覺得也很累 真的人生好難啊 我也想要留一幅 吐著頭就上去 這是遺傳嘛 DNA 你提出了什麼解釋 你提出了什麼懺悔 對被害人 對於遠居法國的這個部落客 沒有 他開始從他的成長背景 看到他這個人生怎麼一路走來 他看到了 他跟大家講到了很多很多 他在演藝圈 反正他也回不去了 這件事情他反正被貼標籤 回不去所以抓電背嗎 回不去所以開地圖炮嗎 回不去所以到處點名了嗎 我就是要說出來 我管你們去死 因為這個姓陶的 昨天還一直在問我右生的事 你煩不煩啊 乾你屁事啊 你煩不煩啊 那你當年 對我愛理不理的 對不對 明明在一起 然後夏宇童也是神經病啊 始終不成年 你丟高 好 如果我逃不過 他們為什麼就痛 還有很多啦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健哥 老吳 當年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霧水 旁邊有一個Angela 後來冒出一個陳孝萱 後來又冒出一個薇薇姐 她到底 她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會很強大 她有強吻那位17歲的少女 在什麼去宿舍接她 然後在車上搶吻她 你道歉沒 那時候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事情 第二個 在台中老虎城你去主持節目 然後人家去探班你 你把他帶到長榮桂冠酒店裡面 然後拿一個公仔給他 然後又說叫他脫衣服 這是藝術 他說這是藝術 然後幫他拍了很多的照片裸照 對方還哭 然後哭了之後 你還說哭了拍起來很美 你當時又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是 你都不講 對 然後你現在去拖一堆人下水 說我會做一些變態的事 是這些人給我的陰影 就檢調現在已經有講 如果當時這個少女 真的17歲未滿17歲 而你卻脫她衣服 拍這些照片的話 可能 可能要立案調查 天啊 人帥真好 人醜就性騷擾 我就是那種帥的 可以風流 但是不能下流 你如果沒有辦法好好說話的話 那你就非得要到法院裡面 去說好話了 黃之交先生 加油 你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藝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的部分通通不是對的 今天一大堆的朋友 都一直在關心我 說憲哥 出現那個這個性騷擾事件 你會不會受影響 我一點都不會受影響的 各位我是個宅男啊 我每天只會躲在家裡 研發一些新的產品 我根本不出門的 什麼事都不會到我 黃之交說我是那個愛情官 有什麼特別 天啊 人帥真好 人醜就性騷擾 我就是那種帥的 然後男人啊 我跟你講可以 可以風流 但是不能下流 真心真意的 我教每一個女朋友 我都想要結婚生小孩啊 你看 我孩子養得多好 我就愛小孩啊 不行嗎 對不對 我對每一個孩子 認真的交代 我都愛他們 把他們養育長大 對不對 有些有時候 像兒子也會犯錯 那我們也給他機會 好好的鞭策他 讓他有這個 改過自新的機會 但是自己錯了 就自己承擔啊 你幹嘛還要去扯別人呢 還要扯到你的往事 扯到藝能界的誰 那偏偏我的部分 通通不是對的 怎麼辦 那只好行理如意囉 你如果沒有辦法 好好說話的話 那你就非得要到 法院裡面去說好話了 加油吧 我們也關心你 不要再自殺了 自殺是最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要當一個男人嘛 對不對 Man一點嘛 你還有老婆 還有小孩 才那麼小 要真的照顧自己 好不好 嬌嬌 這個老朋友了 可能我這個老朋友 應該也沒有了 因為要法院見嘛 千萬要記得人呢 30歲以前 是為自己而活 30歲以後 那就為愛你的人 跟你愛的人而活了 好嗎 黃之交線上 加油 不要再亂想了 不要想不開 然後 頭腦清楚一點 不要再亂 亂講別人了 這個沒有意義的 加油 佼佼加油 他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經濟狀況相當良好 你怎麼會 你講別人來 我給你講我就怪 他到底 他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他有很多東西都不實在 因為他那個 以前那個小魔事件 他也特別跟我通電話 欸 憲哥美言兩句 不要講啊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憲哥 當年我們在合作的時候 我也是一頭物質 他到底 他的愛情觀到底是什麼 我也看不懂 這些對我的負面影響 都是很強大 現在這幾年 他很敢說嘛 就什麼事情 他是最大的 他贏嘛 就我了解 他也是一個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他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他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說實力很高 節目很長說 人氣很大 我有時候都覺得 這殺小 憲哥對於 焦哥今天的發言 就也印證了一下 就 他有很多東西都不實在 她有很多東西都不實在 她有很多東西都不實在 谢谢大家